上课 教室是真正的电车 让小豆豆觉得真特别 接下来 又一次让小豆豆觉得真特别的 则是教室的座位 以前的学校里 谁坐在哪个位子上 旁边是谁 前面是谁 都是固定不变的 可是 在这个学校里 却可以根据当天的心情和方便 每天都自由选择自己喜欢的座位 小豆豆绞尽脑汁想了半天 又左顾右盼了好一会儿 终于决定做到早晨在自己之后进来的那个女孩子的旁边 因为 这个女孩子穿了一件有长耳朵小兔子图案的连衣裙 不过 最特别的还是这个学校的上课方式 一般的学校都是按照每个时间段有顺序的上课 比如 第一节课是语文的话就上语文课 第二节课是算数的话就上算数 可是 这个学校却完全不一样 在第一节课开始的时候 女老师就把当天要上的所有的课 还有每一节课所要学习的所有问题点 满满地写在黑板上 然后说 下面开始上课 从你喜欢的那门课开始吧 于是 小学生们就从自己喜欢的那门课开始学习 先上语文也行 先上算数也行 都是可以的 所以 喜欢作文的小学生在写作文 后面的位置上 喜欢物理的学生点起了酒精灯 把烧瓶烧得咕嘟咕嘟冒泡 或者做着什么爆发实验 每个教室里都可以看到这样的风景 这样上课的话 随着小学生们年级的升高 老师就能够逐渐掌握每一个学生的兴趣所在 以及他感兴趣的方式 对问题的思考方法等 由此 老师能够清楚地了解每个学生的个性 对于老师而言 在了解学生的基础上 因材施教是最有效果的上课方法 而且 对于学生来说 能从自己最喜欢的科目开始一天地学习 会觉得非常开心 自己不喜欢的科目 因为在放学之前做完就可以了 也都能够完成 所以 上课的时候 多半是自习的形式 小学生们遇到不懂的问题 可以到老师那里请教 或者请老师到自己的位子上来 老师会耐心地讲解 一直到孩子们弄懂为止 然后 老师会出几道题 这样 就开始了新的自习过程 这是真正的学习 不会发生听课时心不在焉的情况 小豆豆他们才是一年级的学生 还不怎么会上自习 但即便如此 可以从自己喜欢的科目开始学习 这一点却没有变化 有人在写片假名 有人在画画 有人在读书 甚至有人在做操 坐在小豆豆旁边的那个女孩子 好像已经能够写凭假名了 正在往笔记本上写着 小豆豆看什么都很新鲜 兴奋得不得了 一时间不能像别的孩子那样 立刻开始学习 这时 小豆豆后面座位上的男孩 站了起来 向黑板的方向走去 他拿着笔记本 看来要去老师那里 老师这时正在黑板旁边的位子上 给一个学生讲着什么 小豆豆从后面看到这个男孩走路的样子 赶紧停住了东张西望 用手托着塞 一直盯着这个男孩 男孩走路的时候拖着腿 每迈出一步 身体都摇晃得非常厉害 一开始 小豆豆以为 他是故意装成这样的 可是 看了一会儿之后 小豆豆渐渐明白 他并不是故意装的 而是本来就是这个样子 男孩回到自己座位的时候 小豆豆还像刚才一样 拖腮看着他 两个人的眼神碰到了一起 男孩对小豆豆友好的一笑 小豆豆慌忙的也对他笑了笑 男孩坐到了后面的位子上 他坐下去的时候 也要比别的孩子费力 小豆豆呼的一下转过身 问道 你为什么那样走路呢 男孩的声音温和而平静 听上去非常聪明懂事 因为我得过小儿麻痹症 小儿麻痹症 小豆豆反问道 在这之前 他还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词 男孩稍微压低了一点声音 说 是的 小儿麻痹症 不光是腿 我的手也 说着 男孩把左手伸了过来 他的手指修长 但仿佛粘在了一起 形状也扭曲了 小豆豆看着那只手 非常担心 问 你治不好了吗 男孩沉默了 小豆豆心想 我一定是问了什么不好的话吧 不禁悲伤起来 可是 男孩却用非常开朗的声音说 我叫山本泰明 你呢 小豆豆听到男孩 这么快乐的声音 非常高兴 他大声回答 我叫小豆豆 这是山本泰明和小豆豆友谊的开始 温暖的阳光照进电车 车里甚至有点热了 有人把窗子打开了 清新的春风吹进电车 孩子们的头发也飘动起来 仿佛在迎风歌唱 小豆豆在八学园的第一天 就在这样的春风中开始了